爸爸去哪儿第二集 比预想的来得更早一些 经历了上次愉快的想沙湾之旅 这次的目的地定在了杭州 而主题也从沙漠变成了水 杭州的西湖与宋城水乐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华对白蛇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看了好几个版本的白蛇传的电视剧 不管是赵亚之版的还是新的杨子版的 经常问我曲千和白娘子的事情 原本这次来杭州是去宋城水乐园的 但是看着他对白蛇传这么感兴趣 特意提前一天出发杭州 雷锋塔也就成为了 我们这次杭州施行的首个目的地 期待着杭州的高铁早日开通 这样就不用每次都乘大巴从镇江转 从镇江到杭州 只需要两个多小时 不得不佩服现代交通的发达 对于已经成果好几次飞机的娃来说 高铁却是个新鲜的事物 这使他第一次乘坐高铁 那种兴奋的劲 就像马上要送他一个大礼物 仔细想想 作为父母 能经历多少个孩子的第一次 第一次旅行 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坐高铁 提前十分钟上了站台 位面就是一辆停靠的高铁 在娃的印象中 所有的火车都是黑色或者是绿色的 而且形状也是那种方方的 看到通体白色 乘流线型的和谐号 娃惊讶地挖了一声 然后说了句 这高铁 我看了就想做 这不是娃第一次坐火车 上次在想沙湾 从酒店的游玩的地方 就有小火车接坐 但由于是在沙漠中行驶 速度非常的猛 这次来之前 娃就担心 高铁会不会像小火车一样的猛 毕竟心早就飞到了西子湖畔 此刻正好一辆过站不停车的高铁呼啸而过 强大的气流吹的娃 甚至有些睁不开眼 看到了吧 这速度比我们上次小火车快太多了吧 娃惹了旅游 使劲地点了点头 爸爸为什么没有阿姨来送水呢 我想喝城汁而明显把高铁当做了飞机 的确不管是环境还是座位都有些许的相似 爸爸外面的天真漂亮 当出订杭州的时候 也没想到最近都是难得的水晶天 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没有暴风云 这样难得的天气 让这次的旅行也格外的舒敞 高铁上小家伙兴奋了一点没有睡意 跟他讲的白蛇传主 许千田是小时候就像小白蛇 许千和白娘子端桥相 白娘子被压在雷锋塔下的故事 光是讲故事肯定不够 还要拿手机翻出照样纸板的白娘子 跟他一边讲一边解释 在他不断的体验中 时间也过得飞快 杭州站近在眼前 中文章 Prozent 中文章 了之后